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微分之后它又会变回来了 还有我们上前也说了 我们想要找小f的反导函数很简单 你只要给它挂上一个积分符号 它就变成它的反导函数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求定积分从2到3的积分 t的三次方底t的值 它是多少 好 那我们学了那么多积分 你有什么想法呢 想法1 我们可以用黎曼盒 对 我们可以用黎曼盒 黎曼盒那种怎么做 将2到3n等分 然后在每一个 取一个 举形 好 太反了 我们用这样做下去 要做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我们之前学了那么多工具 我们是否有其他工具可以来求呢 好 想法2 我们好像可以利用这件事情 大fx是从0到s的积分 t的三次方底t 然后它是等于4分之s的四次方 我们如果利用这个公式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 好好的去把这个定积分找出来 好像就比较容易许多了 好 首先我们把这个积分写成两个相减 好 因为从2到3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从0到3 再去扣到从0到2 好 接下来我们带公式 第一个的话就是x要带3 所以就是四分之三的四次方 好 第二个呢 是x带2 所以是四分之二的四次方 好 那这个四分之三的四次方 跟四分之二的四次方 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是f3跟f2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积分 写成了两个函数 两个函数值相减了 那这个函数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函数 在微积分第一基本定理告诉我什么 将t的三次方先积分 之后微分它会变谁 会变s三次方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就是s三次方的反导函数 所以我们就有个想法是 如果我们把t的三次方 找出它一个反导函数 然后我们再把它带上下线 是否就可以得到它的定积分呢 这一题看起来是这样没有错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做一题试试看 是不是会有一样的结果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一题 求定积分从二到三的积分 五t四方底t的值 好 一样我们有想法吗 有 第一个 泥曼盒 太可怕了吧 四次方耶 四次方做泥曼盒耶 太恐怖了 好 所以我们当然就不从这边下手了 好 来 那我们曾经的刚刚的想法 反导函数 那我们来找一下 你找得到五t四次方的反导函数吗 有耶 5s四次方的一个反导函数是s五次方 所以我们猜测 它是不是可以变成f3减掉f2 好 这是我们的猜测 如果这个对的话 我们答案就很简单就可以算出来了 好 那我要利用我们之前所讲的 微积分基本定理 来导出这个结果 好 我有微积分第一基本定理 告诉我们什么 好 把这个五t四次方挂上积分符号的话 它也会是反导函数 那这两个都反导函数 所以它们会有什么关系呢 对 他们两个会差一个常数 好 我们就利用这个结果来导出 它真的会等于f3减f2 好 对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大f跟大g它这两个都是反导函数 所以它们两个会差一个常数 所以你在g后面加个c 它就变成大f了 好 也就是说你带3进去的时候 它们两个就会相等了 带2进去的时候 这两个式就会相等了 因为你已经加个c了 那c是多少 不知道 反正我们就先放着 好 我们把这个结果拿来用一下 那f3减f2就是我希望它会等于刚刚那个积分值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把f3减f2 看它是多少 它是什么 好 把f3换成了gf3加c 把f2换成了gf2再加c cc约掉不见 所以它会变成gf3减掉gf2 别忘了gfs是谁 gfs是5t四次方挂上一个积分符号的结果 好 所以带3进去的时候 是谁 就是从2到3的积分5t四次方 那带2进去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0 所以我们就得到我们gf3 就等于了刚刚这个积分值 好 我们把这个东西做个整理 所以这个积分值真的的确会等于f3减f2 然后它就会等于3的五次方减掉 2的五次方等于211 好 其中f1是谁呢 f1是5x四次方的半导函数 所以我们把这个再做一点整理哦 我们刚刚做什么动作 我们刚刚先找出了5x四次方的反导函数 随便找出一个 好 那是x五次方 就是其中一个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函数呢 带上下线 两个相减 我们就得到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算出这个积分值 而不再用以前很烦的那些黎曼盒啊或上盒 去求出它的结果 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微积分基本定理的第二个 好 那我们刚刚就是这样的结果就是 只要找到一个反导函数 我们就可以求定积分了 好 那我们把刚刚的结果 就把它写成了这个定理 好 叫做微积分第二基本定理 好 如果小fx是ab上的领序函数 而且大f的微分会等于小f 也就是说大f是小f的一个反导函数 那我们要算这个积分呢 很简单 你只要把b跟a分开带进去 然后再把两个相减就可以了 就是把上线的去扣掉下线的 这就可以了 好 注意 哎 为什么要规定要连续呢 因为连续的话才可以确定可以积分 那我们现在要为微积分第二基本定理做一点说明 那把微积分基本定理的第二个 如果把它写减六一点的话 就是黄色上面这个结果 如果大f的微分是小f的话 那我们要算f of t从ag到b 很简单 你只要把上下线带进去 把两个相减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为它做一点证明 因为大f 大f是谁 大f是随便一个反导函数嘛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个我们知道的反导函数 就是大g 是把f of t 挂积分的结果 好 那为什么它是反导函数呢 因为我们的微积分第一基本定理有告诉我们 它的确是反导函数 那这两个反导函数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之前有说过 这两个反导函数就会差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的大f它就会变成大g再加上一个常数 那这个s是可以随便带的 所以我们带b进去也会差一个常数 带a进去也会差一个常数 好 所以我们把大f of b减掉大f of a 这两个相减之后 就会变成g of b 加 c 减到g of a 加 c 然后cc 约掉 注意 g of a 是谁 g of a 就是 x 带 a 进去的结果 所以它会变成 0 所以我们就得到结论 就是从 a 到 b 的积分 f of t 底 t 好 那我们再把微积分第二基本定理 再做一个回顾 如果你现在想要找f of t 从 a 到 b 的积分 这个定积分到底多少呢 你只要怎样就好了 对 我们只要再随便找一个翻导函数 随便一个哦 只要随便一个翻导函数就好了 然后把它找出来之后 带什么东西呢 分开带上线跟下线 再把两个相减 那我们就可以求到这个定积分了 请问下 订阅 适合订阅 请问下 订阅 适合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下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